這次是起源於江上仁先生送我一本 侯昆宏編著的《奧檢雄中》 侯昆宏他是以當代人來講他的一生的經歷 這種口述歷史為主要的研究方向 所以他有好多本當代的跟佛教相關的重要人物的一些口述歷史 親自講他這一生是怎麼樣 這本《奧檢雄中》是講1949年以來的大陸佛教所產生的奧檢 然後從中國改革開放以後佛教的重生 但是我特別把他跟台灣佛教對比 就是1949年以後台灣佛教發生什麼事 然後北大約在改革開放以後 這個台灣佛教對比大陸佛教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比他的書稍微往外擴展一點 好,請下一張 在中國建國之前的佛教情況是怎麼樣 我就舉梁肅民跟雄實力為例 我們看梁肅民 在1979年到1924年 梁肅民是當印度哲學的講座 然後梁肅民在1938年訪問印順的時候 他跟印順講說他已經不再研究佛學了 那他的原因是因為此地此人 這個時候這個國家面臨魅國種族要被奴隸的這種情況 那這樣的情況是沒有辦法去繼續再研究佛教 然後呢,印順法師對於楊肅民講說此時此地此人的說法 他認為說有些人主張印度就是因為信佛 印度才會亡國 那這樣的講法是不對的 那有些人主張說印度因為不信佛而亡國 這樣也不對 所以到底佛教跟印度的新亡有沒有關係 這是印順法師對楊肅民所講的此時此地此人的一個反應 那印順法師最後他的學問的一個歷程 起源於最基本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佛教在印度會滅亡 那佛教在中國會不會滅亡 他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那1987年梁肅民呢 這已經是中國改革開放了 他在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的時候 他這樣講 我是一個佛教徒 可是我從來沒有跟人家講過 怕人家嚇我 一個人有今生、有前生、有來生 這是講說他信仰的是一個人有今生、有前生、有來生 那我的前生是一個和尚 是一個禪宗和尚 所以代表說其實像梁肅民這種早期宣布他不再研究佛教 可是他古字一直隱藏著 他自然認為他是一個佛教徒 然後這樣一個心態其實呢 在台灣也一直有過 台灣從光復以後 就是從國民黨政府 這個特別是蔣東的這個政府 送到台灣以來 一直到李登輝就任的這一段期間 蠻多大學生、蠻多教授 蠻多在各個公司、各個政府機關工作的人 他是一個佛教徒 可是他不敢宣稱是佛教徒 這個很多人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身為佛教徒 我走過這一段 我知道那個恐懼一直在 會不願意跟人家講 怕人家笑話 那我們從梁肅民的這個立場可以看到 蔡元培北京大學校長 蔡元培他聘請教授 有一部分表面上是講印度哲學 其實是講佛教哲學 特別是講唯士 所以基本上在1949年 中國建國之前的一個學術的左項 雖然佛教哲學不是主流 可是佛教哲學沒有被復略過 我們再看熊師力 熊師力他是在1920年到1922年 他在南京跟隨歐陽建 歐陽敬武學習佛教為師 因為熊師力本來是要跟梁肅民學 梁肅民說不要你去跟歐陽敬武學 那1922年蔡元培邀請呂成 這個呂成是1914年跟歐陽建就開始學為師學 熊師力是1920年才學 那1922年蔡元培邀請呂成到北大講學的時候呢 熊師力才跟這個歐陽建來學了兩年 那因為歐陽建還需要呂成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就沒有放呂成去北大擔任講習 那歐陽建就改派熊師力去應聘 這是熊師力才有辦法到北大當任講師 不然以熊師力當時的學問的情況 是不可能去北大教學 1928年呢 他在南京的中央大學講學 然後32年發表《心維世論》 《心維世論》就是標誌著 《心儒家》的一個旗幟 就從《心維世論》看起來 然後呢 1932年做《心維世論》的時候呢 同一年歐陽建武的弟子呢 就做一個《破心維世論》 那歐陽建呢 替這個《破心維世論》講說 這個聰明太過至於放棄 拋棄聖言量 放棄佛教的這個教導 特別是熊師力做的特別過活 他認為《心維世論》根本不是佛教的學 聖言量是什麼意思 聖言量就是佛教的 佛教的講的花 叫做聖言量 三個字連在一起還是 聖言量是三個字 這是佛教的用法 佛教的知識學 認為說人得到知識是有三種 一種是限量 限量就是我眼睛看到花 是白色的 鼻子聞到茶香 這是限量 筆量是說我看到那邊有煙 那煙越來越大 那我知道煙後面有火 我看到有一個像牛角的東西在那邊動 我就知道石頭後面一定有一頭牛 我沒有見到牛 我沒有見到火 這是比樣 那聖言量是 我沒有這兩個 因為釋迦母女講的 我就認為他是真的 這是聖言量 這是三量 那1943年呢 歐陽健呢 在南京病逝 那呂成 這個 呂成年紀小 熊師弟八歲 可是呢 找熊師弟親近 這個歐陽敬如 所以呢 他就邀請熊師弟寫文來到位 請小師弟寫文 那歐陽健 讓熊師弟回信說 我呢 四師之日前 又思想不能為佛家 他就不要寫這個紀念了 那四師之日前 這是有問題 另外呢 熊師弟 因為接受了歐陽健的這個推薦 才去北大教書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不可能講說 我四師之日前 不能寫這一篇道內文 因為你在學術上的第一個工作 是你老師推薦的 那寫紀念文不一定說 我是佛教信仰 不需要 你只是一個紀念文規紀念文 所以這個拒絕理由非常有問題 然後呢 1943年2月到7月 呂成跟熊師弟 來往總共16封信 去討論說 儒學是怎麼樣 佛學是怎麼樣 然後彼此在爭辯 那這在 這在思想史上 稱為著名的 儒佛之爭的第一 這個近代的第一次儒佛之爭 然後呢 熊師弟他自稱 他不是援儒祿佛 他是把佛教人錄儒交 所以呢 他的特 他的這一支會變成新儒交 主要還是 底下有一些弟子 譬如說 印象者跟電力基石的人 是熊師弟 然後還有一個方東美 那方東美 是不是能夠稱為 新儒家 那是還有討論的余地 那 以我個人來看 新唯士論 既然講唯士論 不像是儒家的東西 儒家他們沒有唯士論 所以你知道 新唯士論 他不像是儒家 可是呢 唯士論裡面也不是佛學 因為不用跟我講 他的老師歐陽健講說 這個根本不是佛教的東西 所以他這個東西是非儒非佛 那稱為是新儒家 嗯 現在還在 還在很多人在討論 然後在1950年 熊師弟寫信 跟毛澤東建立 要成立中國哲學研究所 同時呢 建議要恢復南京內學院 1949年建國 1950年熊師弟建立 而且呢 他即使呢 旅程在 盧口之聲十六封信裡頭呢 是把熊師弟批評得 體無完膚 讓熊師弟 學問學術界講說 讓熊師弟招架不住 幾乎用頓詞來 來逃掉那個責難 那他還是建議旅程 來主持這個內學院 那在建國以前呢 中國建國以前呢 關於內修裡頭 參禪、獎金、傳屆、煉佛 這個 這個 我們在 在這個公元2000年之前 參禪、獎金、傳屆、煉佛 在台灣是很普遍的 那 外紅呢 就是 帶領 念經 送經會 這個 敗燦 社災 法會 放念口 放念口 這個 那 他這個 商人交易水準低落 那 那 有時候有一些 有一些 這個 出家人 上下班 跟俗人 差不多有多少 那 在民國成立以後 會發生的是 軍隊強占市場 這個政府去 強占市場 就把市場當作這個 政府機構去用 然後 強占市場來辦 辦學校 辦公立學校 然後 這個 一般的 地貧流氓 或者一些 土豪獵生 他乾脆就把市場佔了 然後 把和尚趕走 甚至呢 把 丁這副 不願意離開市場的和尚 就把他殺了 這個 這個在 在當時的記者 當時的報紙上 都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 那 這個 中國建國以後呢 佛教遇到一個 新的 新的藍體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中國的憲法 明文制定 人民有信仰 宗教自由 這幾個字是在 中國共產黨 建國 有 制定憲法的 也就有了 然後 我們看 然後 這個 中國的共產黨 新聞就是說 這個 有信仰宗教自由 又有信仰 這個 不信的自由 跟 這些自由 還中國共產黨 還 1959年 7月16號 宏起雜誌 還在強調 所以 他們是 強調是 要有宗教自由的 可是 例如 中國經常說 強調 不要看他說什麼 要看他說什麼 比較重要 他說什麼其實不重要 我以為 共產黨 一開始 他就是反對 所有的宗教 他是要消滅 所有的宗教 可是 他說的 因為 我們家是 祖傳天主教 我父親 他們住在河北城的鄉下 我父親 他們 弟兄四個 他是最小的 我父親 那時候 在北京 有人大學工作 這三個 國父 還都在鄉下 結果 共產黨 那個時候 抗戰的時候 就管那一帶 所以 我三個國父 都已經被殺死 綁在麻袋裡面 用棍子打死 扔在河裡 中國破壞基督教天主教 更勝於破壞佛教 他用的手段更積累 因為 我們介紹的是佛教 所以沒有介紹 我相信 中國 1949年以來 中國建國以來的 基督教天主教的破壞 也是可以厚一本書 可能會比這本書更厚 所以 那是 那個破壞 而且有紀錄 我想 那個羅馬天主教那邊 都有被破壞去 那我們繼續 那個 他實際上呢 雖然講的忠奧志 有這麼講的 觀美談話 可是他做的是 沒收寺院的田廠 然後 迫使生靈繁俗 然後進行生靈思想改造 發動學者批判佛教思想 他只保留重點的佛教古蹟 比如說敦法 保留 保留 一些重點文物的保管 還有開放觀光 其他的 剛剛所講的 所謂的 內修外紅等等活動 通通不準 那 在這本書裡頭 在浩傑與重生 這本書裡頭 特別以巨戰法師為例 來看浩傑與重生經過什麼 那巨戰法師曾經是中共的地下黨員 拆點被國民黨政府捕殺 驚險之中逃過 國民黨要抓 然後巨戰法師跟趙佛初 他是中國的第一屆政府委員 第一屆政府 是佛教代表 然後 然後 那 在1946年 創設 杭州武營佛學院 後來 後來 變成杭州佛學院 我曾經在 去過那邊參加一個研討會 那 他的特點是 1948年的時候 他到台灣考察一個月 很特別 他 足跡佩吉 基隆 台北 台中 關子嶺 台南 高雄 他不是 台北看一看就走 他四處去看佛教的 在台灣的情景到底是怎樣 算是非常有心 然後最後 巨戰法師選擇是 留在中國 不是 跟 大部分的這個 佛教的知識分子 必走台灣不一樣 他選擇是留下來 而且留下來以後 在中共建國以後 他 要求佛教界 要學習馬類思想 而且 他還遵從中共的政策 在自己的寺院裡頭 建立一個大雄麻袋場 就建立 在寺院裡頭 建立工廠 來 不要說 只是 只是不是生產 他還是 希望有一些生產活動 然後 成立中國佛教協會 然後 1956年 成立中國佛學院 那在文革之前呢 中國佛教遇到的是 市場被沒收 然後 接下來 各地獎金法會 有 不普遍 可是並沒有完全禁止 可是呢 中共的積極的禁絕 佛教以外的一些 會跟道的活動 比如說 一貫道 賢天道 搖石道 九宮道 道德學舍 這種 4542種之類的 非佛教的宗教活動 完全禁止 所以呢 佛教界還為此而稱讚 因為這些活動 一貫道有時候搞得很像佛教 讓人家 寧可參加一貫道 不參加佛教 所以 這個佛教人士 還讚揚所謂的中國政府 有心在福祉佛教 然後呢 這一些 這個 聚戰法師呢 積極的融入社會主義體制 而且主動學習 馬列思想 然後 對馬澤東進行個人崇拜 對抗美援朝 跟國家政策 替國家政策跟抗美援朝 辯解 然後 參與大奧進跟人工社 然後他對外 對國外的訪問者 或者自己寫文章公開 還是認為說 哦 我們擁有宗教自由 我們的宗教自由 從來沒有被破壞過 那 聚戰法師的言論 就是像這樣 如果每一個佛教徒 都能夠精通 四清菩薩 造 九摩羅斯翻譯的 法普利心 經論的話 那麼就對馬列主義 跟馬列思想 不會感覺到 漢格蘭通 對於為人民服務的 新時代精神 也自然能夠心核無界 就是 基本上 不認為他會受到影響 那 援映法師是跟太序大師 曾經結拜成法兄弟 一個法兄 一個法弟 他們是同時代的影響 這樣大人物 他講說 我今年七十五歲 做了五十多年的佛教工作 一直到最近三年 才認識到真正的宗教自由 所以基本上 佛教的重要人物 並不認為 重要自由受到破壞 成功法師說 解放之初 一般人都以為 共產黨是要消滅宗教的 因此都很恐慌 但是三年以來 這個政府正確的執行的宗教政策 讓我了解到 宗教信仰自由是受到保障的 所以 沒有批判的是想法 都是這個 擁護政府 這是法軍法師講的 總結 中國佛教界在 中國建國以後 的這個 對 中國政府的反應是 對共產黨的中間態度 抱著羅曼蒂克的憧憬 沒有殉道人士 也沒有異議分子 就 完全接受 政府 對佛教的對待風質 就是成為 庶民 跟這個 毛澤東思想的信徒 對於 對長有國家機器的統治階層的歌功頌德 這是宗教堕落的表象 對國家機器不歌功頌德而予以批判的宗教 是 台南的聖經學院 跟台南的基督教長老會 他們一直對國家機器採取平凡的競爭 所以這是他們認為公義還重於國家機器 這是讓我相當崇敬的一個宗教團體 相對於當時的台灣佛教 早期台灣本土寺院不敢讓外賞生女掛單 也不敢收留從中國來的出家人 因為會連累到 會抓去灌 當時白色恐怖的時候 然後呢 大陸來台的流浪生女 所以軍長有或多或少會聽到說 他們來講說誰誰誰 某一個法師又被抓了 因為當時的政府很怕 這個共產黨分子 偽裝成出家人來台灣搞登陸活動 所以呢 無為無故遭到逮捕的 死有所人 他有一個特點就是 1951年 這個從中國來的 這些出家人 第一次辦理出家人的教育 是在新竹林寅寺的地方 辦理第一次的這個講席 那個講席的主要負責人是 運頌法師、敘明法師 還有新聞法師 在那個講席位是當 好像是教務長還是副教務長 然後1953年 是中國的法師 到了台灣以後 辦理的第一次傳見活動 所以呢 信仰佛教呢 當然大家都可以信仰 可是正式的成為佛教徒 有一個儀式叫做歸依 沒有辦歸依就不是佛教徒 好像在天主教基督教是要受洗 才算 平常你可以怎麼信都沒有關係 可是你要正式 要成為一個天主教徒佛教 或者基督教徒人要受洗 然後呢 出家人呢 你可以偷把替光 然後穿著衣服 拿著波 你要怎麼弄都可以 可是你要真的成為正式的出家人 要傳見 要接受這個人家傳見 才算正式出家人 所以傳見活動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活動 也就是我們講說 大致上可以這麼講 在1953年之前 台灣的出家人呢 幾乎都不是正式出家人 都是自己偷阿滴滴 他根本沒有接受傳見 只有少數幾位 他是從福建、廈門 還是福州一個地方 有一個寺院曾經來做辦過傳見活動 一次還是兩次 那有少數幾位 有去中國接受傳見活動 那其他其實 雖然有 穿著出家人的服裝 有法名 可是其實 他們都還不算是正式的一個出家人 然後 其實在這種 在白色恐怖時期 台灣自由獎金 自由辦法會 自由蓋世廟 是沒有什麼問題 相對於中國這個都不行 來講 有很大差別 可是呢 有一個東西是 一直到我讀書的時候還是這樣子 這是 學校不惜講受佛教知識 不可以由法師到學校來演講 這個是到我讀書的時候還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看 1962年之前 台灣佛教是參加世界佛教友誼會 台灣僧侶訪問菲律賓香港東南亞 台灣 是公開的 漢傳佛教的代表 沒有其他地方可以代表 中國2500年 一直傳播流傳下來的佛教 沒有人可以代表 大家都認為台灣佛教才是這個代表 中國佛教 只是保留眾人古蹟 對外活動幾乎是零 那國內的活動呢 可以自有獎金 傳借 辦法會 練功會 殘修會 中國佛教 竟然是零零欣欣欣的法會 不准對外獎金 我沒有聽說過 有什麼傳借活動 就是1949年到1966年之間 那在政治方面呢 出家和尚呢 不必接受政府安排的政治教育 至少我沒有聽說過 有或沒有 不是很清楚 那生團也不會自發的說 我們來學習善民族意 或者是怎麼樣也不用 生團還是自己做生團的教育 那中國佛教是這個情形 我們看下一張 那文革十年呢 號稱是三五一宗 就是北魏太武帝、北朝武帝、唐武宗 跟這個五代的周世宗 三五一宗 媚佛行動以後 規模更大 更徹底 影響更深遠的一次媚佛活動 那我曾經到捷克 捷克有很多古堡 大教堂很漂亮 那我想要幫我做生意 跟我做生意的這個捷克人跟我講說 其實我們保留很多大教堂 可是都是空殼子 因為已經沒有人信天主教基督教了 所以人青人也不信教 少一代也沒有信教 所以那些空殼子 那中國就類似這樣子 雖然有佛教古蹟 可是都是空殼子 那文革呢 毀壞佛像 貝塔 文梢金書 破壞歷史建築 然後強迫生俗 生理繁俗 結婚 改成工廠農場 這個改成辦公室 要這類文革就做得更徹底 然後有一些寺院的主持跟幹部 被破壞造成殘胃或者是自殺 那以第一屆政委 中國政府第一屆政委的巨戰法師 還被判罪入獄 然後有一個著名的這個居士叫康濟遙 他被掃地出門 那這些大居士大法師 法尊少夫出林子卿 他要勞改批鬥 所以更慘 那在這當中的文革到1966到文革當中 台灣看到的是慈濟成立 然後下來 新義法師建立佛光山 然後這個 法古山這邊 1955年 中華佛教文化館 建立農山寺 法古山 所以這邊是非常先生的在 往國際化 現代化在發展 那邊是不行 整個都破壞 所以這個一個一個相當大的對比 那 所以我們稱那個為浩劫 那在我們看重生這邊呢 中國佛教重建的重點 第一個 佛教試驗 修建跟恢復 可以信徒自由 進出來 來這個 來拜佛 然後佛教典籍的出版跟流通 然後推動這個出家人的教育 然後 積極的參與 國際交流活動 他們希望呢 中國能夠主導 世界佛教活動 所以他們非常積極的參加 國際的佛教交流活動 然後 我們 我個人去上海監安寺 看到的就是 上海監安寺 號稱是在三國時候就建立的 他的年代非常早 三國時候就建立了 跟林波的寶慶寺不一樣 林波的寶慶寺是 西元958年的時候 985年的時候 建立的寶慶寺 他是三國時候 西元226年左右 建立的 那 靖安寺是全匪改成工廠以後 恢復了以後 才慢慢重建 所以 這個 跟我介紹的人講說 其實呢 除了 幾乎沒有一個是 是舊的 全部都是新的 全部 文革以後 重溶 昆山佛教寺院 是看到 有人在 拜拜 求神 然後蘇州寒生寺 你要買名票 才可以進得去 然後 林隱寺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 可以看到說 那個 中國佛教徒 跟 台灣佛教徒 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中國佛教徒 他拿香 拿香 是這樣子 他們是拿 拿香是拿這樣子 那 台灣佛教徒 台灣佛教徒 是拿這樣子 我說你去看 誰是 他們來的 這很清楚 因為這個 這個 要夾好夾好 所以 可以看到 公司那個 拿香的行司 一看 注意看 這 不是一個兩個 是這樣子 到處 我們一定是這樣子 從小到大就是這樣子 然後 他 他 大量的印製 佛教大上金 而且還送 大家個人買 買不太起 蠻貴的 可是他 到處送 重點學校 重點的佛學院 所以他們可以看到 這個中國大量印製的 黃山石金 高利大上金 造成金帳 洪武蘭帳 永樂北帳 等等 他甚至呢 自己重編一個 中華大上金 中華大上金 分兩套 藏藝跟漢藝 都出版 所以變成 大致上呢 要研究 藏傳的佛教的話 你一定的這一套 中華大上金 他比 他比所謂的北京版 台灣版的這個 藏傳的佛教 都還完成 所以非常特別 那 中國佛教基本上呢 他希望配合一帶一路 能夠發揮大國的文化影響力 然後 中國是這樣的聲稱 差不多在2008年 2011年的時候 中國就這樣宣稱 佛教起源於印度 可是佛教祖佛在中國 為什麼佛教祖佛不是在印度 那裡已經沒有 那裡佛教沒有 連根都 連根挖起來都沒有看到根 所以佛教祖佛在中國 所以他要 中國政治方面 希望 世界佛教的影響力 即使不是完全主控 至少也是重大的影響力 要在中國 所以他們 希望 口子學院當然不是很輕功 可是他們希望放了形式 希望用佛教去影響 然後 他認為呢 中國不是只有漢傳佛教 中國有藏傳佛教 因為西藏屬他們 藏傳佛教也是他們 而且也有巴黎佛教 因為雲南有一個地方 他是信仰巴黎佛教 所以 世界佛教的三大體系 是漢傳佛教 藏傳佛教 跟巴黎佛教 他都有 那 漢傳佛教呢 因為漢傳佛教 現在沒有整套 是零星的 一本兩本 所以不成套 所以整套 只有這三套 然後他希望是 以前大家認為說 漢傳佛教的代表是台灣 他希望把這個拿過來 漢傳佛教 是中國 不是台灣 希望大家忘掉這個1949年到1989年這段期間 台灣主導漢傳佛教的這種國際印象 然後他花很多錢 去主導國際佛教的交流 那我們看看 讓我們反省一下 目前中國佛教引稱什麼 漢義佛典語言學 台灣跟他沒得拼 敦煌學 台灣跟他沒得拼 西藏佛教研究跟西藏學 台灣跟他沒得拼 這三個都輸了 然後漢義佛典文獻史的研究 跟大張經研究 台灣有的研究 可是基本上還是中國引進 西教佛教研究 這我根本不用講 我們很多沒有 那台灣領先的是什麼 到目前為止 也許維持了能夠領先五年 十年不曉得 可是目前我個人認為是 巴黎文獻史和漢義佛典比較研究 台灣還是領先 阿韓的研究 台灣還是領先 宗教哲學的研究 這一塊有點問題 這一塊恐怕差距不大 近代佛教史 禪東史的研究 禪東史的研究很難講誰領先 看起來是中國已經追過頭 台灣已經落望了 近代佛教史的研究 台灣還維持領先地位 可是能夠領先多久是一個問題 綠學研究 禪學研究 特別是禪修學的研究 這兩個呢 禪修學研究跟綠學研究 台灣還是領先 沒有問題 天台學、法院學、回事學 能領先嗎 我不太知道 好像還領先 可是能領先 一年還是兩年 不曉得 看起來已經差距不到 那我個人認為 這個跟它 跟事實上沒有關係 我個人認為說 中國佛教學術研究的隱憂 第一個 它還是政治快樂 只要政治正確性高於 學術研究的話 這樣的佛教學術研究 不會有大的開展 那第二個是 缺乏佛教生態 中華民眾的佛教信仰 跟奉神崇拜差不多 見到神就拜 不然它是真是假 所以 因為你沒有 沒有比較廣的 比較深入的佛教生態 這個學術研究 感覺上基礎還是不大 然後 中國的佛教研究呢 它是歸屬在哲學系底下 的宗教研究裡頭的佛教研究 所以它不是一級 也不是二級 它好像歸到第三級、第四級 所以在資源的分配上 是有一點問題 那 中國的佛教的推展呢 少數磁界經驗研究的試院 會是中國佛教的未來希望 畢的之後哪裡 現在有一些試院是在做推展 四川俄美有一個試院 我叫不太出名字來 寶慶寶慶院 然後浙江航中學院 然後 還有西藏有一些藏傳的試院 他們還是在佛法的研究 跟實現方面 還是相當的專注 那 可是呢 廣度跟深度 恐怕還是有狀況 那 中國佛教現在是滅亡 準備要重生 那重生的機會就是 剛剛所 所回顧的那些機會 那台灣佛教呢 如果說只剩下燒香拜佛 祈求佛菩薩提供財富健康 平安的佛教 這只是放神崇拜的宗教 這不是佛教 這是 這是 借可喪事 借失反魂的宗教 這不是佛教 所以呢 台灣佛教其實也面對一個 一個蠻 蠻靈界的問題 那 英俊法律當時問的問題是 因為佛教已經滅了 中國佛教會滅嗎 中國佛教是滅了 中國佛教是滅了 那 中國佛教已經滅了 中國佛教會有機會死後復甦嗎 他們 他們目前在重建 可是感覺上 從政治方面的 的觀點是 他們其實有一些政治目的 可是政治目的 有時候會有一些副作用 真的死會忽然 然後 現在比較大的狀況是 台灣佛教會滅嗎 或者 台灣的漢傳佛教會滅嗎 因為目前來講 台灣的中央活動 以漳傳佛教最為 最為廣受歡迎 然後 南傳佛教 人數又少一點 台灣漳傳佛教跟南傳佛教 在台灣的發展越來越多 越多人參加 可是感覺上漳傳佛教 感覺上 跟這種佛教相比 台灣的漢傳佛教活動 跟大眾互動的活動 除了 除了 唸佛 開辦法會以外 那種 佛教的道理的獎集 越來越少 謝謝 張文遜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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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遜是年紀 可能比 雄師弟 雄師弟 還少 可能還大一點 而且那個時候 在整個中國的 哲學研究水平上 張文遜是非常高的 他應該是 應該是跟雄先生吧 大概是講論講由啦 就是彼此啊 很多啊 包括這個 雄先生他就是 懂這個西方的東西 大概都是翻譯 錯過翻譯 還有很多的機會 我聽我們那個老師 方中美老師講 他在抗戰的時候 基本上 跑到四川的時候 躺在房東道裡面看書 我方老師他就 就那個時候 他就看了好多的佛經 雄先生嘛 也就是跟他那個 在一起 所以很多的這個 西方的哲學 像瓦克森的那個東西 大概都是 雄先生大概 廷方先生 說 說方中美老師 是心儒家 合適嗎 他 問題是什麼叫做心儒家 如果 跟像於把佛教的道理 跟儒家的道理 像魔宗山這樣 唐娟靖的魔宗山這樣 湊著架 這個 這個新儒家這個詞 一般的說法 就是說 所謂的新儒家 在比如說 從陳隆姐教授這個系統 介紹中國哲學到美國 在全世界 那他的中國哲學資料書裡面 他把宋明這個階段的理學 當作心儒學 那麼現在這個之後的 在民國這個階段的 一般來講就是 以熊先生來說 那熊先生算不算是 是心儒學的 那當然從心儒學立場 認為是 因為他是接著 接著這個宋明禮學來講 比如說以這個 接著宋明禮學的觀點來講的話 熊先生顯然是 就是 你看看 現在有幾個 叫做 心儒學的 這個就是 克林 他在講西方哲學 他講的 可是他很喜歡 接著這個陽明的 這個叫所謂的心儒 對 那這個熊先生呢 看起來 基本上還是接著 陽明的系統 但是他 我覺得他好像 從異經那個叫 柔來個異經 從異經惡也 那個 他在 沒有錯 沒有錯 熊先生的這個 龜宗當然 龜宗還是回到異 沒有錯 他講那個 新的維世學 當然 因為這個名稱本身 所以一談到維世 就想到了 就是所謂的那個 維世中的維世 那麼 他確實是借用 維世學的一些 量論 就是說 他的邏輯思維 那麼 應用的這個 也有佛教 尤其是維世學 對心理的分析 透過這個心理的分析呢 回頭對 這個所謂的 這個 揚民學 透過揚民學 就追收到孟子 要回到彭世 當然 會回到 異經 那麼 發覺的時候 就是把整個 異經的這個 這個思維 扣緊在一個 生生的環面上 那因為 因為這個是整個一個 講 講學問的方法 不一定 某一種方法 只是某一個宗教所擁有 這個東西要打破 不要不要有的話 靜坐 或者禪定 就只有這個道家 或者佛家用 其實 從心儒學的觀點來看 他們也是向佛家學習這個 打造禪定 然後透過這個體悟 但是他心中掛懷的是 原始儒學的那個 心靈的那個問題 要怎麼樣 重新換回先行儒學 所以在這個地方 整個三教的 所謂的那個異議 異議世界的終極追求 它是不一樣的 就是論教的話 它的終極的掛百是不透 比如說儒學 它一定重視強調現實世界 重視生命 重視生命的延續 而且要可大可久 強調生這個概念 那道家剛才也講生 道家跟 就是說老 道的部分跟儒的部分 這個地方它有共通 共通都是源於中國傳統的哲學 這個傳統哲學 一個是尊重生命 這一點是不變的 就一定講生 因為講義經的話 義的源頭 按照義傳的這個系統來解釋 義的思想是變了 那後來才會慢慢擴大什麼 簡易啊什麼 什麼什麼 不義 那是到了正玄 主要是變義 主要義就是變義 可是問題是 義的本身這個義 是古代是一個占卜的官 或者占卜的一本書 因為古代宗教就是文化的 就是一切的 所以當時比如說烏 烏這個沙滿 烏就是宗教領袖 同時也是政治領袖 同時也是 把他畫成倫理來看 他也是一個 趙之君 趙之清 趙之師的這麼一個 也是思想家 那從這個觀點來看 義學本身強調那個 身身這是中華民族的知能 那回頭過來看 他那個佛教 佛教他就有一個名詞 就是要無身 可是這個這種說法 其實是不同立場 不要因為名詞的不同 所以這裡面講身身 講身這邊講無身 那就產生了 中國的儒道的思想 跟佛教的這個衝突 道不必要這樣看 這只是進入的不同 就是說 從儒學的觀點來看 是一個 就是對今世人生 或者對生命的永恆的尊重 跟延續 這個是儒家 儒家、道家大概是這樣 那麼佛教他是採取一種 他是一種認識論的方式進入 認識論的方法進入 他是首先對於現實世界 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的 宇宙間的真實的實相 那實相的結果就是圓奇 那圓奇就是從正面看的 從生起的觀點來看 那如果從這個 所謂的這個歸敏的立場 就是從體的迫屬於立場 他認為沒有一個永恆的字體 沒有一個永恆的 沒有永恆的字體的一個 一個觀點是佛教的基本迫屬於立場 那從這個 從這個觀點來看 他認為你所謂的這個 這個佛教講的這個無神 因為你有生就必有死嘛 你既然要死 死那因緣的觀點來看 這一切都得無明開死 既然是有了無明 也就會有生老死 那就在這個輪迴的圈套裡面 那佛教當然是要徹底覺悟 就是要徹底超伐人間的痛苦 既然超伐人間的痛苦 就必得從無明要轉成明 而轉成明明就是覺悟 這個是佛教的最根本 那覺悟的其實就是要覺悟實相 那實相是什麼呢? 實相就是一年條件的 沒有一個永恆本體的實相 那這個永恆本體思想的想法 基本上會跟佛教的 就是印度教的大患思想 就是從那個奧伊斯這個系統 從古代的廢頭哲學到奧伊斯哲學 到後來印度教的哲學的時候 患的哲學 患的哲學有永恆的意義 但是對這個患的意義 很可能跟中國的古代的這個思想 確實是有近視者 這大概我剛剛您講的那個 其實說其實世界上各種宗教 不要再就教內本身教育的研究 思考型態去考慮 那這是教內的研究 那如果這一個教那個教那個教 那各種教其實我們可以透過哲學立場 透過人類的朋友的這種理性能力 做一種超越的關係 那在這個超越完整之下 我們會發現各種教可以是 會有一個終極的一個認定跟出發點 這個認定的出發點 我們可以看成是一個理性的 在現實世界當現場的某種安排